疫情肆虐已经超过700天 而近日香港遭遇新一波疫情 仅3月11日便新增确诊1万多例 如今每个人都加强了防疫意识 郭富城一家更是如此 3月12日根据港媒报道 新一波疫情爆发以来 郭富城一家四口多数时间都是留在加州 尽量减少外出 除非是外出采购食品或者日常生活用品 日前天王扫方圆需要外出买日用品 即使会有专职司机接送 但郭富城为了安全依旧会陪伴左右 全程一起同行 如此宠妻让人十分嫉妒 当时大约下午5点多 方圆采购商品乘车回家 而为了考虑安全 郭富城并没有让车停在楼下 而是停在了门口 宁愿自己步行走一段路 也要将危险系数降低到最低 方圆先是在车上 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消毒 才跨包拿着商品步行回家 不愧是天王扫 即使生育了两个孩子 身材状态依旧在现 郭富城拿包下车时 看到有记者在拍摄 脸色瞬间难看眉头紧锁 似乎很不开心 而上星期六 大女儿需要回幼儿园取作月 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行为 需要这么大阵仗 司机将保姆车停在幼儿园附近 方圆牵着女儿的手向幼儿园走去 本来二女儿在车上等候 是由保姆照看 不过吵着闹着 希望和姐姐一起下车 于是便一起了 没有想到 长女的身高 对形到了方圆的腰间 很是可爱 孩子长大了 当天 方圆扎着马尾 身穿牛仔裤 产后多年早已恢复了身材 女人味十足 方圆和女儿走到幼儿园门口 便主动地和门口测量体温的老师打招呼 而后又与周围的家长打招呼闲聊 女儿也格外地有礼貌 主动和每个人挥手 临走时还主动地和老师说再见 众人在幼儿园也就逗留了几分钟 便一起上车回家了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郭富城不仅要求自己和家人做好防疫 此前还曾举行全球网上抗疫演唱会 为艺人筹款 还捐出了2000套快速测试套装 为防疫尽些绵薄之力 而最近更是拍摄影片为大家加油 向疫情前线工作的人员打气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 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